再来是马来西亚莲花静圣问 师尊好 弟子想问爱情的故事 爱情的问题 如果弟子在念咒请求佛菩萨加持一位女生 喜欢弟子 对弟子有好感 请问是不是如果专注在念咒的请求 就会成功 如果只念莲花童子咒可以吗 是马来西亚莲花静圣问的 弟子想问爱情的问题 如果弟子在念咒请求佛菩萨加持一位女生 喜欢弟子对弟子有好感 请问是不是如果专注在念咒的请求 就会成功 如果只念莲花童子咒可以吗 他的问题 他爱一个女生 请佛菩萨加持这个女生 喜欢她 对她有好感 我们要念咒 我们要念什么咒 念敬爱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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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 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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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Gure Set Soha OM Guru Gure Set Soha Guru Gure 敬愛咒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念这个爱染冥王咒 HOM 擦姿 HOM 擦姿 HOM 热 HOM 擦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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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热 HOM 擦姿 HOM 热 HOM 擦姿 HOM 热 要懂得念这个爱染冥王咒 这两个是敬爱尊 这两个是敬爱尊 念敬爱奏 敬爱奏好了 然后呢 你不会学Guru Gure 佛母十方射箭法吗 这个 不谈 不敬爱谈 然后供养Guru Gure 佛母 弄十方射箭法的这个 在前面 观想那个上方Guru Gure 佛母 下方Guru Gure 佛母 八方Guru Gure 佛母 变成这个 发箭 观想那个女生在你的面前 然后花 花的箭 Flower的 这个箭 射向他 然后观想他 这个过来 跟你 跟你合一 跟你合一 观想他跟你合一 这就是 这个就是爱情杠头 爱情杠 爱情杠 爱情杠很多法的 我上回教了一个人 叫做米粉 米粉 娘子 米粉娘子法 米粉娘子法 吃了那个福 有两个人的八字 吃了那道福 就中了爱情杠头 今天连床善师啊 刚好在晚餐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爱情杠 爱情杠 当然 有这爱情的这个 也有解的 也有来 但是也有解开的方法 因为 有这个杠头 就有破这个杠头的方法 那密教里面的这个 称为 斐法 斐 就是敬爱法 斐就是敬爱法 那我们敬爱有两尊 敬爱有两尊 一个就是那个 咕噜咕勒佛母 一个就是 安然明王 安然明王 这两尊 如果只念 莲花童子咒可以吗 他问了 念莲花童子咒 那就变成我去爱人家了 或者人家来爱我了 你如果修莲花童子 已经有相应了 你念莲花童子咒 把它观想 他来爱你 那是可以的 那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跟莲花童子相应嘛 你就是莲花童子啦 那一定是可以的